是非家的小鹿 新北市議員年斐凡 为永和大成岛一包 居住老旧社区都更岸 盛开大地社区开场 过去老旧的大成社区 如今成为装潢明亮 空间宽广的新社区 跟着圣诞节脚步来临 首届住户管委会 举办第一次的圣诞晚会 为了等新家落成 朱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这首歌真的非常不可 因为这个重合案本身就很难整合 在整合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刚好那个建商 就是甚至建设 永和的老牌建商开展建设 他们很认真很认真 在沟通斡旋处理这一块 然后也得到永和区区长 跟永和区公所的一个帮忙 所以还有那个 严肥帆严育员的帮助 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个 都更岸谈妥的 然后房子盖起来 祝福大家晚会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 当年推动大成岛 一包老旧社区都更 永和区民意代表幕后皆有参与 第一次圣诞晚会 包括立委林德福 新北市议员连斐凡等人 都到场献上祝福 而都更案还有其他社区单元 将进行开发 未来搭配上交通便利 临近学校公园等优势 社区的房价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这个案子的房价 这本我们永和大概算是排进前三名没有问题 目前房价是位于高档 那我们这个建的外表很气派很宏伟 再加上地点不错 有公园啊 有河岸的景观 然后为了捷律站也会在旁边 所以它是生活机能非常好的一个建案 那如果管理得好 管理得当的话 它的房价应该是往上的 有很多的那个石油籽 他们都不愿意 轻易的在这个时候卖出去 他们会期待未来还会有高价 都更后的住宅大楼 住户形容像是住饭店一样 等待这么多年是值得的 目前社区房价大约一平60万元左右 已经是永和房价排名第三高 如未来其他单位都能顺利都更 更会带动这一代的发展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导